經過了590天的15 days to slow the spread 15天全面封鎖來擊敗病毒的政策執行後 這個世界的各個國家的領導人 終於開始顯現他們真實的目的了 跟健康還有衛生安全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一切就是政治目的 紐西蘭或者是新西蘭的總理 Jacinda Arden就非常大方的承認 沒有錯! 這就是為了要創造一個社會階級分類 就是要把人分成上等人跟下等人 有一個方法讓我們能夠給予人家庭或活動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要給予人家庭 我們能夠做到所有的事情 保持他們安全 讓他們能夠回家 享受那些事情安全 對! 予人家庭 跟自信有關 打了疫苗之後你就可以有自信 可以享受福利 這個福利就是你可以過你原本就可以過的生活方式 我們就是要促成這樣子的階級制度 這個就是我目的 這是我一開始一直在說的 但是很多人認為是陰謀論 現在證實了 新冠肺炎就是一個棋子 就是讓政府擴張權力的棋子 不是為了你的健康 不是為了你的安全 是為了讓你服從這個世界的新秩序 The New World Order 我是Eth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這個Halloy要到了 大家是不是很想要送禮 但是不知道要送什麼呢? 特別是男生 如果你要送女生的話 Niji Nails 在這個地方 是這個Holiday 最好 最棒的一個禮物 OK? 你知道女生有多愛指甲油嗎? 我也不知道 但是不重要 女人知道就好 Niji Nails 是Tem Free的材質做出來的 所以說沒有任何那些什麼很噁心的味道啊 所以現在趕快就去 Nijila.com Niji Nails.com 結帳的時候呢 輸入折扣碼 AI News 10 就可以享受10% off 然後幫你的 loved one 買禮物吧 然後今年你想想看 有這麼多的貨櫃在這個海上 Niji Nails 在美國製造 所以說一切OK 那我們現在來回到這位紐西蘭的總理 不得不給這位總理一個掌聲 因為至少他很誠實 所有的歷史 所有的文明都有貴族制度 有的時候貴族代表的是階級 有的時候歷史情況是種族 有的時候是金錢 那美國呢? 美國一直以來都是以道德 或者是美德來分類貴族的 Virtual or Merit 直到最近這幾年 現在你的階級取決於你是否願意接受 統治方的方向 好消息是 現在這個左派真的是張牙舞爪的 露出自己真正的樣子 右派的人也變得更願意站起來了 更願意站出來 至少在某些地方啦 終於願意把拳擊手套拿下來 準備還擊了 Come on! Gloves are off! Bring it! 什麼叫做特權? 什麼叫做貴族? 這裡我們重新提到一個人 一個偉大的藝術家 過去的紀錄是 嫖妓、偷拍、吸毒、非法購買槍枝 大概在十分鐘前才開始畫畫的 Hunter Biden 他是目前收入最高的藝術家之一 Yeah! 最近的新聞還就是 他的最新的話 賣的金錢高過於必卡索 他的經紀人叫做George Beagles 有沒有聽起來就很像一個賣畫的 對不對? 上個星期四被拍到戴著一頂帽子 這頂帽子不是普通的帽子 這頂帽子是來自Camp David 那Camp David是什麼呢? Camp David 就是美國總統專屬的跟家人一起度假的地方 美國總統很重要 不能隨便出去玩 所以有一個地方專門讓美國總統休息 就跟中國皇帝的避暑山莊類似 也就是說 我們認識這位目前已經作畫超過11分鐘的偉大畫家 Hunter Biden 一直以來被媒體說是他跟他爸一點關係都沒有 絕對沒有靠著他爸的這個美國前副總統的身份在那邊撈錢 所以之前的職位還有現在所有的創作 全部都是靠他自己的才華還有實力創造出來的 別人會買他的藝術品 是因為看到這個人的作品的價值 真的藝術 現在負責買賣他創作的這個經紀人 戴著美國總統避暑山莊的所有品 那這頂帽子是怎麼來的呢? 他親自去Camp David嗎? 那或許吧 不干我的事 是Hunter Biden或是Joe Biden親自交給他的嗎? I don't know 是他拿著Logo去繡花店裡面自己親自繡上去這個帽子上的嗎? Maybe 任何一個都是為了證明一件事 就是老子跟總統他們家人關係很好 老子是跟領導人有關係的哦 老子去過萬歲爺的避暑山莊哦 遇到這種事情的話 共和黨的人都是怎麼反擊的呢? 很明顯的官商勾結的事情 這個帶領著保守派的黨是怎麼打這場文化戰爭的呢? 這是來自 Washington Examiner 的一個標題 一個右派的報紙 一個我常常看的報紙 House GOP calls on Garland to withdraw DOJ school memo after NSBA Apologies for Domestic Terrorist Letter 眾議院的共和黨人指出司法部長對於各大校區的抗議的父母形容成是國內恐怖分子的言論 強力譴責 對!我們寄了一封信給他 共和黨就是一個什麼都不做的黨派 我們有的時候會選贏選舉 但是我們上台之後基本上什麼事都不會做 共和黨要做的事情是要開除很多這些左派的人 還有刪除這些體制 刪除這些國家的機器 而且把符合美國價值的人放到我們的政府裡才對 但是我們就一天到晚就是譴責那個譴責這個 說穿了共和黨就是一群懦夫 該做什麼事情? 就是像抗議校董會的父母一樣 真正站起來發出聲音 我們選出來的人只會寄信 以為就是他們寄出來的信會影響就是收見人的心情 起來抗議校董會這樣的做法 是最有效的方法 最新的民調出來了 是來自Sophic大學跟USA Today做的民調 顯示了維吉尼亞州最新的Joe Biden的支持率 大家要記得 Joe Biden當時在Virginia 他的支持率贏了川普10% 現在卻是少了10% 不只是老年人反對Joe Biden 現在就連年輕人也都開始反對Joe Biden 大家要知道就是Joe Biden在維吉尼亞州 勝利從小羅斯福以來 Franklin Roosevelt以來最大的勝利 現在他把這一切都甩掉了 根據這個民調顯示 為什麼人民會對拜登失望呢? 有39%的人說是因為是經濟 經濟實在是太差了 在新冠肺炎沒有疫苗 封鎖的時候也沒有那麼差 第二個對他失望的原因就是因為教育 教育是這一次共和黨可以贏得支持率的關鍵 如果我們要贏 我們就一定要繼續在教育上面下功夫 當父母要發起去校董會抗議 要去支持school choice 要支持home school 要把critical race theory sex education 直接在學校裡面敬拜aztec的邪神這些東西 拿出來跟校董會抗議 跟我一樣去參加什麼周本地的那個zoom meeting 根本沒有用 你要的是讓其他的家長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要讓其他的家長知道 他們的小孩正在被洗腦 他們的小孩正在被灌輸這些噁心的性教育 變性種族歧視 然後不要再逆來順受 共和黨不能一直在減稅上面打轉 然後看到不公義的事情 什麼都不做 學校也有教學的自由 他們想教什麼就教什麼啊 我很反對種族批判理論啊 但是也是應該可以學習的嘛 學入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教材就是要進步啊也就是在移動啊 No 就是要禁止 遇到這個樣子的教材就是要反對 佛州的州長Ron DeSantis 做了非常成功的例子 禁止這些毒害我們孩子的教材 開除那些無恥的老師 開除那些無能的說客 阻止那些喪心病狂的變態 說什麼男孩只要說自己是變性人 就可以在廁所裡面強姦女孩的變態 笑懂會消失 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不是說我們要藉著這個機會 來消費受傷害的這個被害者女孩 而是我們如果要 喝止這個樣事情發生的話 我們現在就要站起來 我們現在就要剛硬起來 共和黨的政治人物必須要知道說 寄信是沒有任何用處的 這些人是永遠沒有任何羞恥心的 他們永遠都在找理由 永遠都可以說是別人的錯啊 都不是我們的錯 是保守派的問題 或是人民自己不好 是他們沒有好好聽話 跟下一個新聞一樣 過去一整年 明尼索塔州的犯罪率大漲 全州的謀殺率上漲了17% 偷竊、搶劫、闖空門、打人、攻擊、傷害 全部都大幅上漲 這個嫁給自己哥哥為了半身份的眾議員 El Hai Omar 是怎麼解釋這一切的 我們也必須認識 我們也必須認識 是 另外,一馬上,為何他們維持 是否必須不太擁有 Treasure 他們裡发布政府的違機 對他們台灣管理人 公司是D靠inde 而是凍職 甚至最早的解釋 社團隊是CSUロP 控殺工業 最有所個危機 政府很好 該都屬建立", 第二部分是,有必須負擔心 而且,有必須負擔心 警察在做什麼做的事,而不做的事 那現在不存在 這些警察不願意遵守他們的誓言 不願意做他們該做的工作 很多都離職了 造成了Minneapolis的警力不足 第二點,現在沒有人出來負責這些錯誤 沒有人管這些警察來督促他們應該要做他們該做的事情 所以說現在治安才會變這麼差 所以說會有這麼多的警察離職 是喔,我們來看一下去年他是怎麼說的 The Minneapolis Police Department is rotten to the root 我們必須要把警察投資 但我們必須要完全禁止 就是做他們隨便要他們做的事情 這些人呢,還是種族歧視 還是白人至上 是邪惡的,只拿錢不做事 因為保護公民是警察的責任啊 你怎麼不保護這些黑人呢? 你怎麼不保護這些有色人種呢? 一定是因為白人至上,種族歧視而造成的 你沒有必要跟左派講道理,他們聽不懂 他們是無恥的 沒有必要去罵一個左派,他們是不要臉的 既然一個人不要臉的話,就不會在乎事實是什麼 很多東西就算是非法的,不合理的他們也會繼續做 因為跟他們的政治目的吻合 例如下一個新聞 佛州的一個校董會 帶著一群小學的學生去同性練酒吧 你沒有聽錯 Gay Bar Field Trip 這間酒吧叫做Rossy's Bar and Grills 這間Gay Bar的廣告上面是說要Sassy Fun 野蠻的歡樂 這個校董會就帶著小孩進入了 帶小孩進入酒吧就已經是不合法了吧 但是沒關係,只要裡面掛的是同性練的六色旗 傳達的東西是Gay Bar有多棒多棒 這個好像對很多人來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但是其實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 我不再說這是平常的事情 同性練的這個東西其實就跟小孩學髒話一樣 他只要去學校就一定會學到髒話 或者在家裡都有可能學到髒話 不管你給他上多高級的學校 教育其中一部分也是要教導小孩道德、品德、生活 我們這個時代既然一直在提倡 性愛是可以很隨便的 或者是你可以是一個男的 但是如果你覺得你是個女的話 那你就真的是個女的了 這東西在我們的護照上面 現在有一個性別的X 所以說發生這麼變態的一個field trip 其實一點都不意外 這是一個世俗方向的文化 所以學校教的也不是有什麼不好的不是嗎? 他們是在教導學生當他們社會的好公民 就像你在基督教的學校、天主教的學校 和猶太教的學校 他們就會教你禱告 教你說你要做得更好、要遵守實界 你有義務要做神的好公民 但是如果你在公立學校的話 你就是要被教導左派的道德 然後當左派的好公民 所以說我們要做的事情 不只是要在這邊說就是 不要再教導我們的小孩這樣子的東西了 不要帶我們的小孩去gay bar 不要讓我們的小孩在老師身上跳驗舞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親自介入到我們小孩的教育裡 我們要奪回我們小孩教育唯一的方式就是homeschool 因為基督教的學校或是天主教的學校 也都不一定有用 Rachel Levin 就是猶太教的學校畢業的 Look how he turned out 你只要在公共教育裡面 你就會被逼迫 你的小孩就一定會被洗腦 Mankato Public School 的校董會 現在規定你要公開姓名、地址你才可以發言 因為這個樣子 他們就可以找人來攻擊你 講師傅請問他或她的名字 名字和名字 失去做這件事 會導致一個人不允許討論 好 因為我只有三分鐘 然後我沒辦法 John 你可以給我們你的名字和名字嗎 我的名字是John Wicklund 我住在Mankato 我可以給你的名字嗎 因為你們已經有名字了 你不給你的名字 你不能給你的名字 我住在Mank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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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们来讲 你就跟一开始新西兰的总理提到的一样 打不打疫苗 你们都是下等人 只分听话跟不听话的 如果你在乎自由 如果你在乎平等 在乎道德的话 那么就现在就要站起来 而且把你的小孩脱离美国的教育系统 而且homeschool你的小孩 如果你的小孩已经长大了 请你把这个影片给你的小孩看 请他把你的孙子从公立学校里面脱离 我们要站起来 我们要抵抗 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 感谢大家收看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 看看留言吧 好 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好 来看第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他说 左手放在宪法 右手指天 誓言最后一句话是 help me god 这个变性人的誓言是一个玩笑 他讲的就是Rituala Vina 那个变性人嘛 Rituala Vina 他在被 我叫被案例 被认命为四星级海军上将的时候 对吧 他左手是放在宪法的 右手指天的 最后一句他说了一个 请上帝帮助我 对啊 这个我觉得实在是太极度的恶心 如果各位没有发现的话 就是 为什么 同性殿的那个旗帜 是六色旗 为什么 他们本来一开始创造的是八色旗 除了那个红尘黄绿蓝电子以外 然后上面还加了一个粉红色 代表sex 然后is above the red 所以说就是 整个旗帜就是从性开始 然后每个颜色都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 后来 好像有一个人死了 创造这个旗帜的人死掉了 然后呢就是为了要 纪念他 然后反而就变成六色旗 我觉得很恶心的地方是 就是像Noah 诺亚的那个应许一样 就是说你看这道彩虹 就是我绝对不会在降价洪水来杀死所有的人 然后他们就是一天到晚拿着那个六色旗 然后在那边挥舞 就是在marking 就是在说 你还记得吗 耶和华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这道旗帜吗 这是你说的哦 然后他们继续做这些 左派的事情 我不是说什么 我讨厌同性殿 然后他们的行为 然后全部都是 怎样 我不是在说这个东西 但他们光这个样子的行为 就是说 我知错 然后我还继续犯错 然后我知道你什么都不能做 我知道正义无法伸张 我知道 我是在滥用你的 对我们的好 这个行为 我就已经觉得非常非常恶心了 然后 然后Rachel Levin在那边说 Help me God 的这个行为 It's such a mockery 他很明显是一个不相信神的一个犹太人 对 他可是从小说西班来语 然后读唐拉章一个长大的犹太人 然后他就是在一个神的子民说 我不尊重我的身体 我不尊重我这个人 我不尊重任何东西 但是 Help me God It's such a mockery That it's freaking ridiculous 对 我觉得像这个Help me God 就是求神来帮助我 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来讲 经常会在祷告里说的一句话 说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 但是求神来帮助我们 但很多时候大家忽略一个问题 就是求神帮助 你得愿意改变 你得愿意改变 神才能这样去帮助你 如果你要是只是嘴上说一说 求神帮助我 然后你自己完全不愿意去改变 完全不愿意去放下 那你这句话说了可能我白说 因为神知道你想要的东西 你尊重他 就是已经大过这个东西 你自己想到的这个东西是最大的 所以他不会去强制你 他也知道你只是嘴上说一说而已 神都知道 所以像他这个Help me God 那其实这句话说出来之后 不仅是说 他是否定神的一个存在 而且只是 这个只是一个流程而已 对他来讲 只是嘴巴讲一讲 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醒 就是我们这些基督族 知道或者他知道神的存在 就像撒旦知道神的存在一样 他就是知道神不会对他怎么样 我对我来讲感觉是这样 就是他仗着神对他的好 然后才知道神不会对他怎么样 那这个就是更可悲的一点 就是你知道有神 你也承认他存在 但是你更知道他爱你 你仗着他爱你 就去做无法无天伤害他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可悲的事情 第二个呢就是 就是拜登极端白左和民主党正在加速的毁灭美国 川普快点回来拯救美国吧 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这个我们从今年这个就是大选被偷卸了之后 这句话我们经常能听到 嗯 我们看到这个拜登跟民主党是的确是正在加速毁灭美国 但是美国的救星是不是川普 我觉得不是 川普是不是美国的救星取决于神 神如果使用他 他就是美国的救星 神如果要使用别人 那那个人就是美国的救星 其实总的来说美国的救星就是神了 不能 我认为这种情况是完全把川普当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这个概念 就大家一直都在说说川普快点回来拯救美国吧 你如果要是看目前的情势来看的话 实在不知道川普要怎么回来 除了2024年大选的时候 你可能会抱一次希望 但是在现在一直到2024年这个期间的话 他是不太可能回来的 而且我觉得你不能把信心还有未来的东西 都放在川普身上 这非常错误 最主要是你能做什么事情 因为其实华盛顿能影响到你的生活的东西其实不多 然后像说他是 华盛顿一路通常讲 跟某个国家开战啊 或是怎样怎样之类的话 跟你的关系其实不是很大 但是你的local government跟你的关系比较大 local government如果说下定一个法令 然后他是可以掌控你的人生的 那还有什么就是你的公司 你的公司对你的影响很大 你的公司可以说 我今天开始就不付你钱 你今天回家吃自己吧 那这样子的话就彻底的影响你的生活了 川普回来的话 他管他也管不了这些公司 他也管不了这些local government 所以说不要指望川普 是以一个救星的方式回来 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做好我们自己 我们要变得比以前更强 我们要变得比以前更强硬 我们要我们的底线要画得比以前更清楚 我们一直在后退 我们一直在往后退 同婚 好啦你要同婚的话随便你 然后变性人 OK好你要变性的话是你的自由 你只要不碰到我就好 对对对这种你只要做什么 然后你不要来干扰到我的话 那就是你要干嘛随便你 这个想法其实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已经因为这个想法被挤到了一个墙角了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后退了 你要想想看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是 对你小孩的学校做这件事情 教你的小孩便起 然后说你没有资格介入在你的小孩的教育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么川普是可以下法这样子 就是弄一个法律说 现在每一个人都要照我这一套的 这个教导来去做吗 这样子其实是也是违反人权的 也是违反宪法的 也是违反教育的自由权的 所以说你要做事情 你要去介入在你的社区里面 你要去介入在你的小孩的教育里面 是你要做什么事情 只有你可以拯救你的国家 你的社区还有你的家庭 不是川普 那川普 It's a symbol 是我们可以look up to的一个symbol 他代谢一整个运动 让很多人决心 让很多人知道说 原来我们被骗了 但是你说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靠他回来 才能拯救这一切 绝对不是 I think 如果说他 回来 然后可以继续的话 I love it I love the idea that Trump's back He's the best president 但是 如果说他不是的话 如果他没有要回来的话 You gotta be ready with him or without him 对 或者是你看很多 就像我们讲很多小孩教育的事情 不管是说你的小孩是不是已经长大了 哪怕你的小孩已经像我们两个这么大了 教育的事情你要不要关心 当然要去关心 而且你也会发现 其实很多爱国的基督徒里面 其实 我就觉得说很多时候 人性走向共产主义 这一条道路 其实很多时候是必然的 你就会看到就是说哪怕是爱主的精神 哪怕是讲政治的精神 如果你不去从一个公平的角度 审视你自己的话 当你一审视你会发现 你身上是不是有那些 不属于神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才是 基本上从根本要去改变的东西 不要每一天在那边期待说 川普回来要去拯救美国 川普回来要去改变美国 先从你自己改变起 这个是我们每一天晚上的时候 或者是在你灵修的时候 一定要来到神变前去做的一个事情 如果你不去做 你永远在祷告中 就是那个控告 左派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们就是要川普回来 你这样的祷告 我觉得这个效果不是很大 要祷告你要打到那个重点上面 首先要改变美国 美国要改变 是靠你 靠每一个人 不是你要期待说川普回来 才就能百分之百的翻转 不是的 很多时候我们大家觉得 我自己很好 一定要把这个想法先出去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好 也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没有得罪神 用一个警醒的心态去看自己 然后让自己更加贴近神的道路 这个才是根本拯救美国的一个方式 并不是说靠川普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 这个朋友百合花 他针对我们那个视频 他就说这个墨西哥的毒枭 王美国经内开枪的这个事情 他在下面留言说 会有战争吗 你觉得呢 会有战争吗 你觉得呢 美国跟墨西哥 他就问会有战争吗 我觉得他可能问的是美国跟墨西哥 还是跟那些毒枭 我觉得是不会有战争 目前 因为你战争的话 表示是国跟国的关系在那边对打 那墨西哥的毒枭就是一群 小混 照到底讲他们是平民在那个地方 一般来讲 你看那个就是电影里面那样的东西 那个桥段 他们如果说 美国就是有人接近到美国的大使馆 然后你要从外面跳墙到美国大使馆里面 外面那些海军陆战队都可以直接对你开枪的 但是这些毒枭 就站在那个地方 还对着美国开枪 然后美国既然什么都不敢做 这个就是一个拜登的这个 整个对外政策的一个败笔 也就是说我觉得会不会有战争 不太有可能战争 战争代表说是两边是很强硬的一个力量 就是双方要开战了 对 你说拜登真的会开战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 然后你说你要对墨西哥开战不可能 你要对毒枭开战也不可能 你只要一开枪 马上就是白人至上 种族主义 美国瞧不起墨西哥人 什么什么什么全部出来 然后国际谴责的那个地方 然后再一个奔兰来的那个小女孩 好电影 对不对 就一系列这个样子东西 所以说你不太可能开战 那你说 最近我还听到就是很多就是美国 共和党跟民主党可不可能开战 内战 对对对对 内战 我觉得也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内战需要什么 内战需要我们 离开我们的键盘 离开我们的座位 然后出去真的做一些什么事情 我们天天这个地方讲什么东西的话 是不太可能发生什么内战的 左派他去外面游行怎样怎样怎样 最多你也是在 回来就是在Facebook上面说 你看这些左派多可恶 所以说这样是不太可能发生内战的 而且那些左派 they're all cowards 他们不可能对你怎样 有没有反抗的势力 有 像什么Proud Boy Proud Boy是有点 他们说是极右派 然后有那个暴力 怎样怎样 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他 Proud Boy烧任何一家商店 或者是砸下另外任何一个铜箱 或是烧任何一个警局 不过他们就有站起来 就是他们那些Antifa过来的时候 他们就有这样穿着防弹背心 也没有开枪喔 就全部站在那个地方 弄一下他们全部都走了 Antifa还有Black Lives Matter 他们就是一群挠种 他们只敢就是对穿着制服的那些警察在那边叫嚣 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警察 不会跟他们合理 对他们这些是领薪水的 他们在那边是站好看的 他们那群人 冲破那个墨西 那个警察 那些警察在那个地方一排这样子 他们就这样冲过去 就应急 对 我说真的 如果说各位不知道枪的话 枪非常非常的大声 你就对空鸣枪就好了 对 啪就少至少少一半 对那些人就会吓死了 因为太大了 对 如果说他还不走的话 你就朝地上开枪 啪啪啪 再走一半 然后呢 然后什么他们如果真的冲过来的话 就是有几个不怕死的年轻人神经病的那一种 真的就打死他 因为他真的跨过那条底线 因为在边境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如果要是知道的话 你看中国边境那时候跟印度 对 就是这样的 谁敢过来边境就是一帮拿着枪的人来 对 不管你是不是平民或者你怎么样的 然后看有人来了 啪就拿枪就给你打死了 就这样 对 没什么商量的 我觉得就是美国政府除非硬起来 不然不可能会有任何的这个战争会发生 或者是流血冲突会发生 我们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隔几年我们就全部开始说 西班牙语跟葡萄牙语了 所以说 会发生战争吗 我觉得短时间内也不会 但是我们的价值观还有左派的价值观 是完全背道而起的 未来会不会有战争 然后未来会不会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彻底的不同了 然后开始周脱离联邦 然后会有第二次的内战这样子的发生 maybe 或许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现在 我觉得至少三年内五年内 大概不会有这个样子的事情发生 不太会 but you never know 或许有一天有一个人 突然就说 那人就这么说了 那人就这么说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 你一定要起来保护你自己 然后你要建立一个社区说 你们是不可以管你的底线要设得很清楚 政府不能来 然后不要来烦我们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接下来呢 还是依旧给大家送出非常精彩 非常好看的神奇传播的 传福音的小动画片 好我是佛丽莎 我是Ethan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又到了春节 全家团聚的时刻 妈妈正在厨房预备着丰盛的年夜饭 爸爸在旁边帮忙 哥哥从北加州硅谷回来 陪着妹妹在客厅玩桌游 我要将这珍贵的时刻记录下来 成为我们家最美好的回忆 孩子们别玩了 一起来吃年夜饭了 Hurray 可以吃年夜饭了 来来来 我们先祷告 谢谢天父一年来丰富的恩典与赏赐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赐给我们丰盛的一年 并且让我们全家在大尼也 怎么吃个饭 还要感谢上帝啊 明明是我努力赚钱来养这个家 要不是这样 你们哪有现在这个衣食无缺的家境啊 所以我说 你们应该感谢的是我才对啊 老公啊 照你这么说 桌上所有的饭菜 向来都是我做的吧 这个家都是我来打理的 我想你动筷子之前 应该先感谢我吧 还有 你别忘了哦 才三个月前 老二跟同学去登山失踪了几天 后来平安回来 你那个时候 怎么说的啦 那几天你急都急死了 你要我跟上帝祷告 祈求上帝保佑儿子不是吗 他平安回来当天 你还猛说感谢上帝对吧 对啊 我记得爸爸说过这个 不好意思啊 我都把这事给忘了 你忘的还不止这个咧 上个月你们公司要提拔经理 那时你忐忑不安 说可能小人当道 你大概没这个机会了 又要我们帮你祷告 想不到公司真的提拔你去做经理了 那时你怎么说的呢 嗯 你一直说老天有眼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好好好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们一起感谢上帝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感谢上帝